在奥兰多发生美国历史上最大一起针对同性恋群体的袭击事件一年之后 数百人聚集在奥兰多的一个公园 以跑步来纪念那些受害者 那起袭击造成49人丧生 巴巴拉伯马曾是脉冲酒吧的业主 和去年相比 一切都不一样了 什么都不一样了 你每天做的每件事都不一样了 你的心永远变了 你的生活永远变了 整个生活方向也都变了 去年6月12日凌晨2点 29岁的奥马尔·马丁 手持突击步枪走进脉冲酒吧 肆意滥射 造成49人死亡 53人受伤 有精神不稳定病史的马丁 在网上宣称效忠伊斯兰国 那晚发生的恶性暴力事件 让奥兰多的所有人深感恐惧 15岁的麦德林·瓦尔德 当时住在酒吧对面 死后经常会做噩梦 梦见当晚的所见所闻 这起事件让我知道 我们要爱所有人 我们是不同的群体 我们大家也许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同属人类 不管我们喜欢谁 我们都需要互相尊重 一年之后 奥兰多人团结在了一起 在奥兰多同性恋合唱团的纪念活动上 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 一同悼念逝去之人 丹琼斯说 合唱团传递的是爱与团结 枪手想做的是激化LGBT 男女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 但它只是让LGBT团结在一起 架起与其他群体之间 过去没有的桥梁 那些桥梁出现在 过去一周的各种活动中 上星期六 T恤彩印店Go Big Teas 向人们免费派发T恤和食物 并给人们拥抱 以此来支持LGBT群体 数百人前来参加活动 把自己的T恤扎染成 象征LGBT的颜色 店主汉娜祖克说 活动的目的是收集爱心 向所有遭受悲剧影响的人 表示支持 我认为我们社区更加紧密了 看到大家团结在一起 相互扶持 弥合伤痛 这样的感觉真美妙 脉冲酒吧在枪击事件后 就再也没有营业 今天这里是缅怀逝者的场所 人们会来到这里 留下纪念物品 驻足成丝 这个戒指是我姐姐送我的生日礼物 评调者包括 玛丽凯丽和凯勒考德威尔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是因为至少我认为 我在LGBTQ群体里面 是有影响力的 即便不是如此 我也会来 因为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 是的 爱战胜一切 没错 很多人来这里 就表明了这一点 美国之音 斯维科德 佛罗里达奥兰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顺便